43年前张健、邓玉英等有6位老师在台风过后 为了到学校上课、冒险设施 这两位老师却不幸逆并训职 在6号上午邓玉英的哥哥 前华联县政府教育处处长邓明星也来告慰妹妹 凤林眷长萧文龙说 两位老师用生命坏来大桥的故事 启发师道教育精神 让张健、邓玉英老师感动的事迹涌传 43年了新的坚英大桥 顺利施工 哥哥邓明星感念两人并说妹妹可以放心了 包括了张健老师一双 蔡清妹女士 邓玉英老师的大哥邓明星 以及凤林正恩各界与学校的小朋友 都出席今早在张健、邓玉英纪念公园 所举办的43年纪念会 那花蓮西 从我们花蓮大桥那里一个桥跨过而已 其他的都是要涉水来造东海岸山脉这里 经过两位老师的牺牲 刚好当时行政院长是将经过院长看到这个伟大的事迹 才来做这个大桥 其他像我们中心大桥、玉米大桥 陆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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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才开始做 应该是前台湾会最漂亮 邓明星说是二年前 他的妹妹及张健老师 在台风天仍坚持涉水过花蓮西道学校教书 却被大水冲走 他永远都无法忘记 看到建英大桥 在这一次金子奖的争取中 获得了全国的金子奖 金安奖金安奖 现在又在进一步的来进攻金子奖的工程 这个在花蓮县来说是第一个进攻金子奖的工程 感谢县政府在这方面全力的配合 我们政公所政长的意见 让这座桥不但能够达到交通安全便利的条件以外 含着历史文化的元素在里面 这点非常感谢 今年会上退休校长戴国健 诉说着一段牵动人心的故事 两位老师在这里殉职 因为他们的尽忠职守 牺牲宝贵生命 才有这建英大桥 一个责任心 就是当时40年代50年代 老师们的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个 服务教育界的一个傻镜 就是我一定要上班 一定要尽我的责任 所以白白的牺牲了生命 当时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住在外地 上班的时候射水过后 坐小船爬山坡 您也是这样子吗 我也是这样 每天这样 风铃镇长肖文龙表示 张建 邓玉英的故事 对教育的付出与牺牲 真叫后人感动 而第二代建英大桥总经费4.27亿元 将兴建960公尺的新桥 桥宽9公尺 桥中央也会兴建双手合十的桥塔 以对两位老师的怀念 希望唤醒各界对石岛的重视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